尖山克伐 一屋生生不要那么尖山腰 嗨 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 我们今天刚才的观点的渔夫评论 我是渔夫 OK 看今天立法院新党他们又说明了 就是说也不要给行政院长连战 到时候下个会期上台报告 我们在台湾政治风暴 看来又要引起一场了 不过关于我们的联副总统兼行政院长 这样子的一回事到底合不合现 我们大法官是有解释过 可是我们这个大法官解释得非常的暧昧 那么弄到后来没有人晓得 到底可不可以兼 所以大法官会议到底是在 让我们国家更安定 是在引起政治风暴 大家搞不清楚 同样的我们这个省长宋楚瑜 他的这个请辞待命 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他的辞职 他跟省议会是辞职 那算不算辞职 台湾人这一切很奇怪 都黑白属非分不清楚 这是我们台湾政治的非常的悲哀 OK 来来看看今天这个漫画 来 我们今天漫画来看这个连战 他说 行政院 行政院长 然后我们的宋楚瑜说 行政院长 结果我们的大法官还是搞不太清楚 显然这两位首长将来也会变成 我们台湾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执政问题 在省议院或是在立法院 当然又要引起另外一场的争执 OK 不过这个做到这种 像省长像这种行政院长 这样子的高官的人我们称之为宰相 好吧 日本有一位这个首相 他做到首相以后 他很郑重的警告 所有可能做宰相的人说 他说我们做宰相的人 要记住三件事情 我们可能会看不到 第一件就是钱 那么为什么是钱呢 我们在看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预算 总共有一兆两千亿 也就是做到宰相的人 事实上他能够动用的资源跟钱 已经非常的多 所以他常常会看不到 整个的钱的这个价值 所以他对整个国家的资源 得分配的时候 尤其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第二个是看不到人 做宰相的人 通常他旁边的人 都是在奉承他的人 所以他会以为自己越来越伟大 那这样子就不好了 第三个是国民的脸 国民的脸呢 当然指的就是民意了 所以做宰相的人千万要注意 随时要注意我们人民的走向 所谓的这个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这个提供给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 OK我们今天呢 请到一位呢 是我们的立法委员 卢修一 他是北领西 到底为什么叫做北领西 我们今天特地要来跟他谈谈 他的医生呢 他目前已经得了肺癌 那么他整个这样子的一个 重症生癌里面 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 请到这个卢修一 不过我们的特办员阿炮呢 有他很多的资料 我们先来看看阿炮的资料是什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副评论超级特派人阿炮 阿炮就是我 我就是阿炮 当然这个各位一定知道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卢修一委员 我们先把这个卢委员 他的资料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卢委员是1941年生台北县三支乡人 三支乡 他们的总统乡 各位等一下可以观察一下 他的脸是不是有那个帝王像 巴黎大学政治学的博士 先任立法委员 1983年因为台独案 有涉嫌叛乱被捕 在土城看守所被唱了 这个土城小夜曲唱了三年 不要紧了三年而已 不像师民都关25年 夫人是这个知名的音乐家 师大艺术学院的院长 两个人是在法国念书的时候认识 并且在1972年的复活节当天 蹦出了爱的结晶 不是爱的结晶 爱的火花啦 然后才从而结婚的 不过这个卢夫人在这个 他们结婚前两个月 才通知他的家人 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啊 今天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今天把那个 不可告人的那个地方挖出来 让大家分享一下嘛 那卢夫人不是啊 卢媛媛的绰号有一大堆 我现在念给你听 有白毛的啦 政治老顽童 哎呦 都不太好听 一修和尚 白灵思 哎呦 还有一个绰号很好玩 叫做 培蚵菜鸡 培蚵菜鸡的意思就是10点 因为他那个那个美格 这刚好十条 10点的意思就是很爱替 大姐又爱替 哦哦 爱说话 一天到晚就是要讲话 不讲话就会很难过 要是有一天他没有讲话 然后几分钟而已哦 他的夫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哎 啊不然你是发烧的 你拍拼吗 我现在都没讲话 好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这个白髮的老顽童 有一首好厨艺 哦 很会烧菜 而且还拿过冠军哦 所以他就把他的自己的菜 在取名叫做 卢烧鱼 咖啡包咖啡超糟 开玩笑啦 开玩笑 不知道这个卢烧鱼 到底好不好吃啊 好 等一下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除了这些点之外 我们当然还访问了他卢夫人 以及卢夫人的 女儿卢家慧 还有周全 许天才 红秀柱等等的立法委员 不过我们现在先来看一段 这个卢夫人以及他女儿 以及周全的一些访问的片段 来 我们进入一下 他很爱讲话 他几乎眼睛 早上起来眼睛睁开 他就开始讲话 一讲得不停 有的时候是讲很严肃的话题 有的时候都是在讲笑话 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浪漫情趣的人 那像我们看电影啊 如果看到有亲热的表情啊 然后他就会跟妈妈 也一起做同样的动作 然后就叫我们要鼓掌 然后为他喝彩这样子 他很喜欢批评别人 那批评别人不是恶意的批评 也不是说善意的批评 他就是很顽皮 他也特别是女性 包括对女记者 包括对女委员 他就会去去去 然后用那种比较 我觉得看起来 比较刻薄的字眼去讲他 不过基本上 他还蛮有女性缘的 还有那个卢伟员 他是一个很有女人缘的人 而且他在这个问证的时候 很喜欢开黄枪 如果这个观众朋友 也喜欢听这个黄色笑话的 你一定要锁住这个频道 等一下有很多可以听了 还有听说你家还养乌龟 而且养了一群的龟儿子 平时没事做的时候 还要钓金龟 不是钓乌龟 奇怪啊 这是一种哲学吗 是不是跟我们解释一下 你的乌龟哲学 到底内容是什么东西 还有你那个一头的摆法 是不是跟那个吴子序一样 是一夜摆 在一夜之间就几摆了呢 还是到底是怎么摆法 我是很难形容你那个白头发 是应该说是白色色 还是白泡泡 还是白顺顺 这个都不好形容 反正就是白到靠背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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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得很黑看的啦 白得很白啦 那是不是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你那个白到底是怎么摆出来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听说千金养了一个叫做黄金鼠 养了老鼠 后来死掉了 也很难过 然后你还帮他写了一个祭鼠文 祭鼠文啊 祭妹文我听过啦 一般的祭文我也会念啦 不然我试试看好了 一位中华民国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三号 五家老鼠一只一命五乎二十 上香 是不是这样啊 好啦我们把现场交易给一副先生 OK好来啊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跟我们的这个 好 跟卢委员呢谈这个今天我们也很高兴呢 卢修议委员的太太也是钢琴家陈玉秀女士呢 已经到我们这个现场啊 两个小幕前在这个 我们这个轮动库里面呢 不是轮动库 今天有五十七度C 好 我马上把它请出来 来 来 这 来 来 搭这 来 搭这 来 真好 真好 来 来 来 声哈啰姐 来 这是卢伟员 这是我们的钢琴家陈玉秀女士 两个人来 两个都很有居尊 你是你们家都钢琴的 有钢琴的 有人会讀 你是唯一的听众 今天我们的DJ老师 你能不能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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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绶 好 来 让两位先做定了以后 我们马上回来 不过你对他们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传真 我们传真是02 753 0912 753 0912 好 来 昊君姐 马上赌大家 来 先请坐 OK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今天刚才对观点的余夫评论 来 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卢修一委员 余夫你好 是我们的卢委员的太太 也就是我们的陈玉秀女士 余夫你好 揣这个人担心的幕真好 指甲也听音乐就好了 就很享受了 好 来 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有一个 我今天特别准备这个 先泡特别给你 我知道 听说你是收集这个茶壶的 一两百个 硬不硬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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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个茶壶不是要配好几个杯子吗 我们家是杯子比较少 茶壶比较多 他很高兴的样子 我会跟你说你 我刚才要给他暗示一下 跟我们做这个事情 有一个茶壶配很多杯子的没有 没有 没有 OK 不过我们知道这个 余伟员你有一个绰号叫做 你自己说叫小姨给你一个印章 一修和尚 我先来问陈女士 一修和尚很高出点子 他是不是在家里面就很会出点子 对 点子很多 从早到晚 譬如什么突然间 会把乌龟摆在我们的身边 或者是说什么那个乌龟脚多长 然后一个真的乌龟跟一个石头乌龟 两个人他就看他们的反应 是 很多很多 真狡猾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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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我们那天客厅都是朋友 他不知道他就这样跳进来了 大家都笑得这样弯了腰 僵尸到我们家很厉害的事情 好了 我们有这个信封是在这个 我们有问题也是在这个 信箱里面 我们来打开信箱 来 一修漫画一本 就看着下节目给你看一下 好 可以带回家吗 那可以 没问题啦 但是我们的制作会很贵 来 还有一修的这个里面呢 上面有一个答案是在 问题是在这个一修的里面 好 来 我来看看 这个可以拿这个做技能吗 不可以 要买就会 好 来 第一个问题呢 那我们知道呢 你刚刚讲的这个 我们这个前女士讲的这个乌龟 你把乌龟讲 我知道你家里面有两个乌龟嘛 不计 不计啊 这个没有 叫调查局去调查 不止两个 不止两个 所以要找国安局来查就对了 不过呢 我知道你这个乌龟 你有一个乌龟的哲学 是什么叫乌龟哲学 就是能屈能伸 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 这个情势不好的时候 那你只好做一个缩头乌龟 但是如果环境 不许可了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大摇大摆的 慢动作 然后勇往直前 甚至要赢过兔子 原来是有这样子一个哲学说来养乌龟 不过呢 我们这个陆委员 也有做乌龟的时候嘛 做了很久 做了三年多 奇怪 做乌龟怎么做三年多 原来是土城的经验 我们知道 你那时候刚从法国回来 然后在文化大学 当政治系主任 后来呢 因为这个身上有这个史明的一张名片 是不是 这个说来话长 就说简单讲就是 因为在留学期间 跟海外派人 这所谓太多分子有来往了 那后来就被他们查出来了 所以好像说 你回来以后 还跟他们继续保持联络 那不是心怀不轨 想要颠覆政府 涉嫌叛乱 就这样把他弄去 撞 当乌龟 当了善人 史明就是 下一页台湾人400年史以为嘛 对 事实上我在美国也碰过史明 跟史明 史明煎了两个蛋给我吃 好 知道我回来 人家没给他打包 打包 我都在那里看 不过这个 我们这一次的到土城去 事实上呢 那一次的这个逮捕行动 非常的可怕 这都是一整个人都冲进来 我不知道那时候陈女士 那时候你看 你们从来做的 是情志仁也行 你的感觉 我是真 我说是晴天霹雳 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 有人按您 他就讲是 我们是卢主任的学生 因为我们家常常有 习生来包水轿 所以就 假装是卢主任的学生 对 就让他们来 七八人 终终终终终终 就开始 没五分钱就把他抓去 就带出去 带出去 你一生的心情是如何 当然是很紧张 不过就是 我当然好像觉得说 哇 这好像是不寻常 是不是 一定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 很慌 很慌张 也很紧张 但是脸上要装得很震静 那么 阿姐就说 不要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今天心里乱操操了 实在也没办法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所在就是说 你来 来 给他 给他摆这个头目 这个头目是怎么这么 然后背脏脏的 听到就是在这个土城里面 那时候 因为这个 你的这个 忧心这个家庭 所以整个头发一夜之间 就变成白色了是吧 我有比照一下就是说 我进去之前跟 进去之后 有出来以后的相片对照 真的说 那个是一个关键 你刚那时候头发还没有 是有几根白头发不错 但是一看就知道是黑头发 但后来进去不久以后 就变成一看就知道是白头发 但还有黑头发 就是很明显有一个 黑白的界线在那里 这个界线就是刚好就是 抓去的那个时间 就是一个界线 不过程女士 我们所知道就是说 您这个出生啊 非常的好 就是说你到法国去流血的时候 甚至就是说 不用打工不用啥 那么 父亲也是一个画家 那么是台湾的 非常有名的画家 不过 你那时候也可以说是 尉大小姐 然后用用 绷着变成政治犯的妻子 那时候你的感觉是啥 我那时候的感觉是 感觉上头是感觉 我们没做什么不对 我是感觉 只有我们生的时代不对而已 而且 我是感觉说只要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要用一种 比较开朗的态度来对未来 因为我们觉得说 如果他能够三年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三年刚开始 的时候我就惶恐的 但是直到三年的时候 就觉得说怎么样让三年平平安安的度过 是最重要的 你当时你自己一个人 要负起这个养家的责任 我那时候很害怕 因为那个银行存款都没有什么钱 以前是因为我那个 在求学的时代 家境也不错 所以从来没有忧虑过钱 所以也不 从来不觉得钱重要 但是那一次我觉得钱很重要 因为我有三个孩子 还有都很小 最大才六岁四岁 一个才满周岁 然后还有一个婆婆 然后没有钱 那时候真的是很害怕 你怎么知道 你们这个女儿 那时候 一定公开 你有两个女儿 然后一个儿子 公开他们在那个时段里面 那个那么小的心灵承受 爸爸被这样子抓去 不知道他们的心情是什么 我们来听你的女儿的说法 来 她被补入狱的时候 我刚开始 因为我妈妈骗我说 爸爸只是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可是后来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国小一年级了 那我虽然不懂事 可是我至少还有一点感觉 那学校的人都有议论纷纷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的导师 他对我非常的好 他就把 他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就是会把事情 他就告诉我 反而不是我妈妈告诉我 比较难过的那段日子 是我爸爸出狱之后 他找不到工作 那时候他都在待在家里的时候 那时候全家人 全家人的气氛都比较不好 因为毕竟很多年没有在一起 那我脾气又也很充 然后因为我还是个小孩子 突然从外公外婆那里要被带回来 我也不习惯才刚习惯说 外公外婆是我的 好像是再生父母这样 然后后来又回到家 所以那时候 我刚开始跟我父亲有点冲突 那时候就是这个 我知道是你刚刚出来的时候 甚至没有人敢用你 因为是政治犯嘛 一个政治学的 这个博士找不到工作 那时候有两年的时间 你那时候甚至说 自己一个人塞车出去 太太也不晓得这样子 心情 心情不好 就是说有时候觉得说 一个大男人 就是有胸有手 然后就是没有工作 然后总觉得说 心理很敏感 就是好像每个人看你 都用一种特殊眼光 有时也能看你 所以觉得很不自在 那太太当然要 富起这个养家职人 而且要养这个白华的 不是这样 那么小孩子 所以我都觉得自己帮不上忙 然后有时候心情会鬱着 那时候怎么办呢 也不能在家里摔东西 也不能打太太打孩子 我从来没打过太太 这个他可以做见证 所以有时候就 不要怎么办就是好 反正要先离开一下吧 先去外面去拍一下 你最后还是写了 几个字给他嘛 卢尔元还会写毛笔字 不简单 还写几个字说互相体谅 我心情鬱着 不过刚刚那个女儿讲到 就是说爸爸只是一个礼拜回来一次 那时候小女儿的心情是什么 你的心情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每个礼拜天 都带他们去看爸爸 小孩子就问说 那爸爸在这边干什么 我说爸爸在念书 他说爸爸不是已经博士了吗 我说他念超博士 原来博士上面还有超博士 然后他到学校说 我爸爸是博士 他现在念超博士 大家都一愣一愣 我不晓得原来是被抓去关 对 那我们的小儿子更可爱 他见到爸爸说 爸爸我每个礼拜都来你家完 你都没来过我们家 他爸爸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说起来也是很难过 不过这个大女儿最近 已经开了音乐独作会 那么来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看一下 想要不要跟我说 我看着他这样长大 就是有时候会 难免会想说 过去是怎么录 怎么走过来的 就是总觉得他们亏欠他们很多 就是说 这个很多时间没有要陪他 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没有给他们带来翻笑 没有陪他们一起成长 甚至多多少心理上 给他一点阴影 或者给他一点负担 我都觉得说 这恐怕是做爸爸 这一辈子永远亏欠他们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 我尽可能来补偿 但偏偏后来又当立法委员 那么不但不能补偿 而且对他们来讲 跟损失更大 因为更糟糕了 那么所以见不到我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就觉得说 父子之前有一种疏离感 那对我来讲 我很重视家庭生活 重视这个亲情的人 那对我来讲 我就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一个痛苦 不过我所知道就是说 那时候你这个没有工作 有时候会陪这个藏人 你中人到这个淡水去画画 那就是说我当时 没有工作做 我就尽量找事情做 免得说你无聊会发闷 而且发闷的时候 搞得我起笑 这个心情大变 这个心理变化 我想会影响很多人 所以我尽量 就是说我总咬紧牙根 就是要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就等待春天的来 所以有事情要这样做 打扫了工作 什么工作都能做 就是忘记一些 心情不要这样 以前这个盧委员 去法国留学的时候 好像大概只会按按钮 那现在已经什么都会了 那你出生什么都在想你 高准心好难忍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就是说我们所知道 就是你那时候在淡水的时候 陪着这个藏人 在看这个画画的时候 尤其画到这个白屋 淡水白楼 白楼的时候 那么你有一个感想就是 后来你对这个淡水盒的整治 在立法院呢 你也呼吁了很多 是不是这样 因为说真的 就是说出国留学回来 然后又经过这个政治上的 这个变化啦 这个生活上的很大的转变 才更认识说自己的家乡 然后这个根的那个感觉 越来越强烈 所以以前在淡水读书 在那个生活长大 不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可爱啊 甚至有时候觉得脏脏乱乱的 小小的 那后来发觉说 这才是我们的宝贝 所以我觉得说 那应该有话 尽一份可能的责任 你尽量把它保护 尽量 那我同时也呼吁大家 来重视这些事情 有经过那个变化以后 那个有新的一个体会了 所以这个人生 不是说 人生实在有担心 有得有失 有得有失 逆境的使用买到 悟出一些道理 是对你将来有帮助嘛 是不是这样 OK啊 你有有一些朋友呢 是你政治上的这个政友啦 不能说政敌啦 但是已经不同党派的人啦 那么这些不同党派的人 他们对你有一些看法 我们这个 那这个红秀柱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们大家评论 我喜欢 我常常喜欢开他的玩笑 还有台人是选出来的许天才 有没有 好 这两个人对你都有话讲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来 我常常讲也许他是留学是法国吧 那法国比较多情 比较烂漫 那么他自己也常讲 他其实是个很烂漫的人 虽然我看了半天 还看不出他对烂漫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是觉得他是很喜欢跟人家开玩笑 尤其喜欢随便这个吃豆腐 那如果说你现在讲说可能是这个 什么性侵害防治法刚刚通过 那个有没有骚扰之邪呢 那这个每个人认知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他很喜欢开玩笑 那跟女记者也是一样 当然无伤大雅了 所以大家就嘻嘻哈哈 不过有的时候 前面举一个小故事 蛮有意思的 不过回去 如果为你被你太太打 我可是不管 那么他有的时候 比如私底下看到 那个女委员 他会开玩笑 那么有时候我们就反制他 反制他 那么人很多的时候 他人少的时候 他还给你开开玩笑 大家开开玩笑 我们就趁着人多的时候 我们就故意要去跟他勾肩搭位一半 他就非常紧张 他就讲说我太太来了 或你看看有没有记者 有没有镜头 你不要这样来 他有时候用字潜质 会蛮刻薄的 但是 是怎么譬如 我都不去记他这些东西了 只是每一次我都给他气死 但是我还是 反正都是同事嘛 过去就算了 那其实他还蛮调皮 他其实是一个老顽童 他其实有时候很可恶 不过基本上我是觉得 他的一个 他倒不是说刻意很刻薄的用心 他只是表达的时候 会用很刻薄的字体 你会用酷 会比较酷 没啦 你没有打过老婆 老婆有没有打过你 没有 没有 不过刚刚这个洪委员 洪秀之委员说 他自称浪漫 法国回来浪漫 那他到底浪漫在哪里 我们请这个 智律师你要举个例子 他很浪漫 因为他好像对生活的扁点滴滴 他都会找出他的乐趣 然后他不管见到任何一个女人 他都会找到他的优点 有一次我女儿差点被笑翻了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很胖很胖的女孩子 我们大家真为他想说 这么胖怎么办 他突然讲 你看他的一双眼睛好亮 我们仔细看真的很亮 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 所以我们就觉得 他马上就会发现人家的优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我自己也做不到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优点 是 不过我听说他很会做卡片 对 他很会制作卡片 做卡片是最重要 他是从在法国的时候去剪凤叶 凤叶上演诗 然后在我们的生日或节日 他一定会送卡片 我自己很惭愧 因为他送我很多卡片 我送他很少 后来他说你看你都没送我 我说因为我的这个修养 不过写文章没写的那么好 但是他就是出口成章 然后下笔就写 我们也很喜欢收到他的卡片 我们三个孩子也受他的影响 我们孩子也常常送卡片给我 原来这么多情的这个如果也 不过我们就知道 你这个浪漫性格 影响到你以后的整个的从政 你就变成很多事情 你都大而化之 有时候不避讳这样 比如说有一个人跟蒋伟国 跟蒋伟国安装一下 蒋伟国是代表是国安会 这个来预算审查的时候来变巡 那我们就当然质疑就是国安会的这个 不是正式机构啦 是不是太上机构是黑机构啦 我们就是反对党就是质疑这些东西 批评的很厉害 很多人问的很凶 我也在问 问完以后我觉得好像 总要休息嘛 就是背冷酒是不是 好了我们休息啦 一起上厕所 我就跟他一起上厕所去 一边走一边 刚还是这个 有点要怒目相向 互相针锋香的 后来就好像 只是他没有手拉手 但是到厕所 并排去上一号 而且一脚长短 记者跟着来啪啪啪啪 又照很多下面 还有我们厭壁德法没有 做要点没有暴露出来就知道了 这个预委员 实际上说话 不过但是你在我里面这样打来打去 到底是在打这个打假的 我想等一下我要来问我们陈女士 不过 我知道这个预委有一次 我一次这个黄信介 他不是要第一届的立委嘛 然后他回去嘛 那时候你陪着他走出来嘛 我那时候很担心 我看到这个黄信介呢 被人家被警察挡住在门口 结果我就说 我就看到预委 我说预委 现在没有警察 赶快叫黄信介进去 结果预委说等一等 等警察下去 所以政敌到底是怕真是怕gay 我们休息一会以后再来问他们 OK 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这里的观点们 余夫评论 我们今天请欢迎我们来 要讲就是立法委员卢修一 这个卢...还另外郑重的介绍 立法委员卢修一的监察委员陈玉秀 对不起 OK 刚刚我们谈到你的这个问证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里面 大家有每一次在打 这样打到底是打真的 怕真是怕gay 你看你怎么站得这样 以前 打得说是真的啦 但是打跟外面这个黑社会在干架 又不大一样 好像非让自人与死地那不一样 但真的是有的 不过在那个环境之下 这样来大家都有解释了 至少说不是拿会伤人会这样 就会流血的东西 但是出拳头推还是容易推啊 擠啊 你欠也是照欠的 我都让欠的 我欠也让欠得多 我只要 我不要说战虎你 不过 如果人家立法委员在笑 立法院打架 我相信说跟国大代表战 打架不太一样 立法院是大家因为还有认识 所以在打的身材 再来担担一下 国大代表是不一样 因为都不认识 担就担得很厉害 还摔椅子丢东西 立法院没有 不过这个我要请问这个陈女士 就是说您的这个 看到她在电视上面 看到立法院这样打得这样的时候 你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不敢啊 因为还是血肉之躯啊 打到一定会疼 是 看着真不敢 你说当时我来打就好了 现在我来打 我就不敢打 好来啊 我们来看看你的这个 问证风格 立法院的同僚 怎么样的看你 来 来看看 我记得我跟她是同时在 民国78年底参选 那是也算是第一届的立法委员 那么到了79年2月 我们一起进入立法院 到现在已经第三届了 那么刚刚进入立法院时候 真的不能接受她这个人 因为听起来她是一个法学博士 但是她在议事堂上 所表现出来的动作跟这种言语 我们觉得怎么有这样不讲理的人 尤其是她这个说骂就骂 说打就打 这个说说拉扯就拉扯 那么今年又非常的旺盛 那么我们觉得怎么有这样一个不讲理的一个博士呢 甚至什么样的动作她也都做得出来 非常讨厌她 讲句难听话以后 真想也揍她一顿好了 她是都会开玩笑啦 都会开玩笑啦 像她用名字有时候 这个我也忘掉了 大概意思就是把几个名字串起来 例如我讲这个 这个当事人不要生气 没有恶意啊 她说像红秀柱委员啊秀柱啊 谁长亭啊 她说秀柱长亭 怎么样把很多名字串起来 那让你就联想到说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她就觉得很好很好玩 怎么搞得立法院的名字串起来会这么有趣 为什么这种人的名字通通错起来 就跑到立法院来 但其实没什么 但是你故意把它 把几个特色的名字 戳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一种巧合 她很喜欢动作脑筋 而且好像是会押韵啊 又是怎么样 她蛮有这种创意的 因为脑筋也常常动到最后面去 所以说她就想说 这个立法院这么无聊 要这样才能够日子 好就是政治性效化 不是 这个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就是我有一次去开会 那么巧我第一个签到 我是如修一 红秀柱刚好第二个 他还不早来不晚啊 就是红秀柱 真巧第三个是谢长亭 我就叫做哈哈的叫做 一柱长亭 那一柱长亭 有上人我要找下人 我说这个一柱 大家可以想的是什么的一柱 那一定那个东西 要配那个东西才对啊 那我就是一柱 后来我去找就是米枝 啊长亭啊 对水扁啊 什么东西又水又扁 我就去找一个东西把它配夹 叫米枝水扁 哈哈哈 哈哈哈 拍写拍写 如果有麻烦大家多多巴 啊 这个 这个如月你知道一下 事情吗 今年苗苗里面有这个 一三五七九的人都会出问题 比如说七就是送七粒嘛 五就是五则圆 三就是周人参嘛 那么一就是如修一 哈哈哈 没有啦 跟你开玩笑 我真的是出事了 还有个马英九吧 哈哈哈 好来我们已经有很多传真进来 同样呢如果你要传真呢 你可以传真 027530912 027530912 027530912 我们先来看一下来 哦 一堆啊 好 实在是非常的多 不过我们先呢 保留一下 等一下我马上会请 我们这个如委员一起来看 看完以后马上来问他 不过你的这个问证风格里面 他刚刚在讲就是说 刚刚那个洪委员讲说 你怎么那么不讲理 你是这样不讲理啊 所谓不讲理就是 那个第一届时代 那个老委员没有退 国民党那个威权心态还很重 那觉得说你这个国会议员 怎么可以在立法院打架呢 而且动不动就批评人 批评大家都是骂国民党的 这个这里不是那里不是 所以我想那时候的感受 他们是很强烈 而且很不习惯 认为就是我们向他挑战 我们找他麻烦 所以台北说我们不讲理 其实但我们来讲 我们我们是游离取闹 不让我们讲话 而且这个我们真正有名义 这个做基础的 那结果你国民党搞这个 一天到晚搞一个大中国 莫名其妙的 国会又长期不改选 变成万联国会 最不讲理是你们 怎么说我不讲你的 法国政治上有这样子吗 你在法国学政治 就是没有嘛 就是看很多外国历史 才觉得说台湾根本是 不讲理的国家 这个不讲理政党 是不讲理的国会 所以对于不讲理 你还跟我讲道理 哪有这样笨的人 是 那你说这个不讲理 我就要请教你 就是法国的这个 现在我们的法国队有共和 我们现在的这个 整个的制度是要走向这里 那现在今天是到底有这样吗 不 还差很多 我们那个还差很多 那有没有像 国化会那个结论像不像 这个表面上是要像 但是有时候 话虎不成反列群 就是说那个牵涉到一个 国会民主政治的传统 还有人民的这个 政治文化的修养 还有这个整个政治生态 比如政党互相之间 因为在外国世界很简单 你所有执政党 当年都曾经当过反对党 所有今天的反对党 都曾经当过执政党 所以他们曾经上台曾经下台 所以他们对政治对待对方 对待政敌 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 不像今天国民党 一直没有下台过啊 我们一直没有上台过 所以南美有时候对立的很厉害 所以这个东西跟外国的历史 那么经验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结果法国所谓的 第五共和制是不一样的 我想差很多 那整个都跟国法会一起 但是认为 我们是认为说 目前这种结果也很不同 现在这四不像嘛 不三不息 黑落不着 不是三权也不像五权 所以这个不好一定要改 但是有改总比没有改好 就是改代表一个希望 但是这个希望是不是 会照我们所期待那样子 那就看大家的努力跟智慧了 来啊 这个大嫂 赶紧啦 你在里头的时候练琴的地方 叫做爱琴阁是不是 上次 是 上次 是比我好 琴是钢琴的琴 是爱琴阁 不过呢 这个 不过琴跟爱琴的琴是一样 同音所以可以转负 因为他自称是爱琴阁大学士 你又说什么 台湾音乐一百年 我们两个的爱琴五千年 你听着感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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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时候怎么骗的吗 事早跟他说的 他很有耐心的啦 在法国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们刚才知道 他第一天就跟我说 我就是他的母 直接 对 我想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嚣张 但是持续下来 他都很有耐心 我想说 像这些人 有赤字星 又这么诚心诚意的人 紧救所以就嫁 是 我以前是这样 我认识他之前 我在台湾的不算 就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他是我认识的第三个女孩子 我已经前面失恋过两个 两次了 两个人不肯嫁给我 愿意跟我接吻 就是不肯嫁给我 所以我认识说 最后希望 这个希望 绝对不能让他溜走 所以我一定狠狠地追 你知道吗 就是下定局 无论如何 一定要追到手 这样子 OK 我们的特派员 有这个卢委员的 八卦消息进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什么八卦消息 来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这个卢委员以及卢夫人 非常地 romantic 不是 romantic 那这个 非常地恩爱 但是 经过我的明察暗访 我了解到 不但是如此 而且 你们的亲密行为 也就是那种 kiss的这个动作 还是非常地多 不但是每天要kiss 而且要叫三等kiss 早餐一次 中餐一次 晚餐一次 那如果说 当天非常地忙 两人各自忙各自的事情的话 还不能就这样算了 还要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凌晨整腹一次给他补回来 连本带利一起kiss 这个实在是很好玩 不过今天 我相信你们今天也是很忙 白天各忙各的事情 对不对 现在也是晚上了 是不是趁这个机会 趁这个场合 kiss给我们看 我们也会模仿 这个你们儿子 跟你的女儿一样 在旁边鼓掌叫好 好我们把现场交换给余福先生 好来啊 所有的工作员 特别的注意 来我们现在要来 是不是 听说你有一次去结婚典礼上 还 还给人家这个 当场就表演了 对不对 对 对 不过为了夫妻要快乐 我们这样 来 没关系 kiss一个人 可是胡怡兄很爱 实在非常很爱 不过呢 我们知道这个卢委员呢 您这个不幸的得到了肺癌 那么我们要问你 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会以后 来问问看 您得了这样子的一个疾病以后呢 那你自己认为你以后会怎么样走 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谢谢 OK啊 有很多朋友这个传承进来了 不过当中有一位朋友是讲到这个 前几天您的 你组件的这个音乐会画表以后 你们出了一本书呢 那这个 有关于这个 因为今天不在我们的题目里面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送给我们的卢委员看一下 可以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呢 您要私下给他回答一下 OK啊 我们现在来讲到您的同志 去给我们评计 两个小孩是Made in France吗 没有 都是Made in 台湾 我三个小孩都是MIT Made in 台湾都是Made in 台湾 都是Made in 台湾 我怕 正报警察打了 然后送到台大医院去 做转型检查 我发现这个细胞有一个一公分的肿瘤 那么当时就是医生就是 比如说检查以后 身体状况很好啊 不然这可能是癌或什么恶性的东西没有 或者说追踪啊 或者说最好拿掉 语言不详 那么到去年前年 要选 准备选第三届立法委员 要是说要选举 可能要更疼身体 以后我们已经做健康检查 而且我一定带 跟太太一起去 全省检查 住两天 三天两夜在台大这样 彻底的全省检查 整年又检查 六月检查 这个一公分已经变成三公分了 后来医生很紧张 一直叫我回去再检查检查 最后说一定要开刀切片检查 然后一切片 这个胸腔要 白骨要变成再检查 说是肺癌 就是前年的8月1号 那前年的8月1号 8月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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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是说什么 那就是肺癌肺癌 肺腺癌 有影响到 肺腺癌就是说 那就是说 患者说现在看来 我已经 他们说是5年前就有了 第一次发现的时候 那个就是癌死吧 后来没有注意 没有提早切除 后来让它做大 是 它拖了这个4年以后 就变成三公分大 不过那时候医生 讲的是2年 是不是还有 他跟我们太太说的 是说两年 是说一般 当然是根据他们的 这个临床的记录中 这样肺癌开刀以后 都是半年到两年的存活期 你现在一直 我现在已经过了1年半了 我想两年是没问题 一定会拖过去 不过说来这个 我们签问的陈律师 说看来人生 你陈律师 我怎么砍砍砍砍砍 那砍砍砍砍 那砍砍砍砍 那么他会拖过去 三年他会拖过去 那么到现在呢 又得到肺癌的这样子 你自己感觉 甚至听到这段了 我感觉是人生 当然是对我们来说 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但是我们的人生 也不是没有打击 我们是经过很多的打击 每一次都是攜手在站起来 这一次的打击 可以说是最大的打击 而且当我听到 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 是不是我们两个 能够再克服呢 那但是经过这1年多来 我们是越来越有信心 而且我是觉得人生 不管是长是短 最重要的是说 生活的有意义跟快乐 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 我们现在都觉得 我们可以做应该做 而且共同可以做 我们都尽量一起去做 相反的 我觉得反而 使我们这个1年半以来 我们的生活 就能够比较 彼此就是说 按照我们想过的生活 去过生活 以前有一阵子 是为别人的生活 那只要说 能够这样子生活 我觉得已经心满意足 而且我觉得是最重要 是要保持一颗开朗跟 有希望的心 那我想我在家庭里面 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 现在可以讲是说 两个人共同奋斗 但是我很珍惜我们的生活 刚才有人说 攜手共进 我们就甩一下 甩一下 甩一下 我想你们家整天不能甩太多 我怕发泪风 不过你说 她是你今生的新娘 那么你老公预约下辈子 你会说是怎样 对着她讲就好了 你对我讲 我是觉得 我认识的女孩子有几个 但是 我是百分之百的满意 我是比来比去 然后觉得说 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要跟她别人比 我就觉得我跟她在一起很快乐 各方面都很快乐 不是床上床下 屋里屋外 工人师 各方面我都觉得满意 在我去打着灯笼再去找 我看来也找不到这样 这么好的另一半 所以真的 我是说预约下辈子 预约下辈子 我就带到酒带走 现在就跟人酒带一下 拜託一下 下辈子我做你的 你做懒的 因为生孩子很辛苦 她生了三个孩子是很辛苦 她很疼孩子 很有家庭的责任感 那我是觉得 如果有机会 让我来当妈妈 当太太的话 我想我可以回报她多一点 对 下辈子你一定会懂 这辈子做我太太算是辛苦 后来 你的女儿对你有一些叮咛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我心目中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她的健康问题 因为她这么优秀 她经验这么丰富 她如果说健康有一个确定性的话 那么她应该继续大展宏图 她如果说这个健康有问题的话 我想这个变成很多不确定性 太可惜了 她最重要的就是身体一定要照顾好 那我觉得世上呢 像政治圈 立法院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圈 我觉得 卢淑一这样子的人 事实上是非常棒的一个民意代表 爸爸爸爸我很爱你啊 然后 虽然我人在纽约啊 那我还是时常会想到你 然后无时无刻都挂念着你 然后 你是我这身最爱最爱最爱的第一个男人 人生愚愿足矣 这个小女儿这样对你讲话 不过 你现在已经淡出政坛了 目前是这样 就是说我是宣布不选台北县长 那么反正现在很多人要选 也没有说非我不可 不会舍我齐学 那么 但是我现在还是立法委员 而且可能还要做两年到三年 那我至少要把这个责任做完 人家宋审长说 不能辜负省民的这个托付 那么多票选给我当立法委员 我也不能辜负大家的托付 所以我还是把立法院的工作做好 那么这一以后我没有办法做长远的规划 我目前是这样 就是说我医生开大师 预测两年的存活期 我就说客户地关拼过这两年 那如果两年透过去 然后我就说计划后面的三年 那说两年再加三年五年 那如果三年又能过的话 那我就计划五年计划 那如果是这样来多了 我今年是56岁 那么三年以后就59岁 那么在这个五年的话就是64岁 那64岁我想至少比孙中三先生 多了一岁了 那我想那时候就算离开这世界 迟早都要离开 我想那也就比较没有遗憾 但是就是说争取时间 活得久一点的话 我想还是想多做一点事情 还跟家人 跟太太 跟孩子们都在一起 还希望有机会再上你的余福评论的节目 好 辛苦 今天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来到这个 很丢 那么也希望你们以后过的日子 更幸福美满 不过我们的如伟有一首诗 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 你把我们的日子休息两万之后 我们就来结束 好 从前在湖畔 稻田中 成群的白露丝 在绿色的园圆里唐阳 我们都是和白露丝一起长大的孩子 而今台湾环境日益恶化 白露丝也逐渐从这块土地上消失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再也看不到他 请你不要 千万不要怀念白露丝 因为今天你有绝对的权利 让他继续生存 谢谢大家 非常好 OK 好 来 明天同一时间 宇物平衡大家再会 拜拜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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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無情緒 堅酸客 以無聲聲 不要那麼堅酸妖客 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 我們假港在地館店的漁夫評論 我們上個禮拜六 桃園縣長是由李秀蓮女士 蕩選了縣長 她在整個得票率上 獲得了空前的民進黨超高 到達了56% 也是打破了整個民進黨過去 在桃園縣不能拿到24萬票以上的紀錄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在13個鄉鎮市裡面 除了復興鄉以外 幾乎全部都是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說起來 她已經把桃園縣的 所謂南北輪流執政 這樣的慣例已經打破了 那麼我們曾經 針對李秀蓮女士的肇事晚會 做過一個獨家的全程轉播 另外李秀蓮女士 她在今天呢 也來接受我們 是全台灣第一個動算之後 她來接受人的專訪 不過她接受我們專訪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的阿炮 有什麼樣的 關於她當選後的消息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漁夫評論超級特派員阿炮 阿炮就是我 我是阿炮 好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 請到的特別來賓 是剛剛獲得這個桃園縣長補選 勝利的呂秀蓮縣長 好 我們現在應該要稱他縣長了 李秀蓮1944年生於台灣的桃園 台大法律系司法組的狀元 當時願意第一名錄取 台大法學的研究所 並且獲得美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 1979年開始她投身了黨外的運動 任美利島雜誌的副社長 但是在當時啊 這個美利島高雄事件中 發表了演說後 三天之後就被扣起來被抓去關了 到了1986年 因為假算陷害 保外就醫到了美國 但是仍繼續推動我們台灣的民主運動 到了1989年回台 1992年當選了二屆立委 呂秀蓮長這次啊 在這個桃園縣的補選當中 以32萬4074票的壓倒性 多數贏得補選的勝利 對整個台灣的政治生態 以及國民黨或者民進黨 以及新黨各黨來說 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一下我們就給他來分析一下 這次的這個桃園縣補選對民進黨來說 算是民進黨執政人口第一次的超過了國民黨 在一個以人口定位定義上來講來分析的話 他變成了第一大黨 尤其更重要的是 外國人駕著飛機 不是駕坐著飛機 到了桃園縣降落之後 哎呀一踏上去就是綠色的大地 而且開著車子沿路一走 走到了台北也是全部都是綠色的大地啊 幾年前我們台灣省長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民進黨一直高喊著要變天要變天 沒有變成這一次好像感覺上是 真的是變天了 第二呢 這個這一次補選也是民進黨成立以來 第一次在桃園的執政 說起來可能很多人知道說這個以前許信良也在桃園當過縣長 但是當時他是脫離國民黨來競選 並不是代表民進黨 所以這次算是這個民進黨第一次在桃園的執政 不過話說回來 其實我們呂縣長在當時許信良之後 本來就要出來競選這個桃園縣長 那是在18年前 但是後來因為美麗島事件被抓去關了以後 哎呀這個夢就破滅了 那後來啊這個經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呂修蓮啊就好像是這個 欸那個薛平貴王寶川那個故事那樣子 苦手還要18年啊 終於判得伊人貴 我心騎白賣 早三冠來蓋我所依啊 醉管丟啊 哈哈 還有一點就是國民黨啊 因為這一次的落選啊終於了解到這個 這個選舉啊 是不是用鈔票就能夠解決的事情 還要有細胞 啊這個細胞 至於這個選舉細胞要怎麼來了 啊有這個就不是鈔票可以解決的事情啊 所以我在想像啊這個國民黨這個裡面啊 這個可以稱之為選舉機器 以及這個選舉的狀元 或者是說這個選舉的明星的人 實在說實在也沒有多少個啦 所以可能將來之後 也許這個科學更加參名了之後 國民黨可能會用一個 無性生殖的方法吧 最近不是很流行嗎 把那個像馬英九這樣子的人物 這樣複製複製複製 一直copy下來 21個縣市就21個馬英九都出來競選 就全部都國民黨當選了 對不對 還有一點就是這次的新黨 這次新黨在這次選舉中 可算是非常的失利 所以啊這次選舉對行動來講 是一個真是大事大條了 為什麼呢 因為新黨剛剛成立之處 說實在很多人呢 這個紛紛的投到新黨行列 只要新黨的黃旗登高一呼 有多少人跟著屁股後面一直走啊 一直來啊 可謂跨黃河過長江 這個太誇張了不是 跨左水系過高平溪啊 從這個北台灣一直蔓延到南台灣 可說是勢如破竹啊 但是這一次的選舉 哎呦 讓人家感受到一股寒意啊 自從這個朱高正在這個黨內掀起了 內鬥的這個事情之後 接下來呢 這次補選又把這個新黨的士氣 可謂真的是壓到了底點啊 所以啊 這次的這個選舉之後 新黨真的是要好好的檢討啦 但是啊 我們整個分析下來 最重要一點還是要強調的是 這一次的選舉 讓大家真正感受到女性候選人 在這個這個台灣的政治圈 真的是出頭了 當然這個也是這個民進黨 繼余辰約英 周慶玉之後的第三位當選的這個女性的選長 那之後呢 可能呢 台北市啦 高雄市啦 甚至台灣省 沒有沒有台灣省已經被掛了 這個總統啦 都有可能 這也是由女性來主政 像歐美國家那樣子 所以啊 其實我也常常這樣感覺到 我覺得我在公司裡面 女性的主管越來越多了 唉呦 以後真的要在石流群下做事情啊 真正拍地頭啊 好啦 我們把現場交回我們的男性主持人 裕傅先生 OK 我們趕快來歡迎我們這位縣長 他已經在我們的這個 閨閉室裡面等了非常久 來 嗨 觀眾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跟同學鄉親拍一照好一下 各位觀眾大家好 同學鄉親大家安安 好 來 先讓我們觀眾解解一下 你後面的問題 753-0912 753-0912 可以fax一拍 好 來 我們馬上倒回來 OK 我們非常高興的 我們今天請來的這位特別來賓 那就是剛出樓的這個館長 我們的李秀蓮 李社長你好 余虎好 館長恭喜喔 謝謝 我敢不敢去做復興鄉的鄉長 給我指派一下 我就是要給他偷復館長 不是 復興鄉來去館長公林寢 你跟母親的太亞族的協同 沒有 我有白寶的 好 來 不過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可以看到你這間館長很漂亮 謝謝 那麼我們底下有這櫃 李經哥最後招式晚會全程的傳播 我們先來回味一下 好 今天我覺得 你小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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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堂秀秀,宇宙堂 三個大我三個如修年 三個如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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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來靠幾個韓越 Canvas 領修人 領修人 進化東轉 好不好 大家驚又拍起來 拜託 領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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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て顧 領修人 領修人 u領修人 盧小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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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恭喜 我們看到那張是專門所有民進黨 21館市都在當中 對,立正這件事 來,我們來回憶一下 為什麼你這件所有的12鄉頂差不多都贏了 因為你是學兄鄉 學兄鄉實驗室其實是大贏 是,怎麼說 因為這個完全是泰雅族 我們住民的一鄉 平常有很多人去經營 我是有相當關心的,給人很感動 還給我幾個月經營的時候,我絕對會大贏 是 不是跟胡英鄉那裡的經格講公靈情 講公靈情在台下 是 所以跟那裡的原住民 原住民過去都叫國民都騙 是 這位他們相當煩鑽,所以他們來勞勞勞勞 如果比較多時間,我可以做好,他也會勞勞勞勞 也會說所有民意代表都會變過來外面 是 我們先來討論,我們知道你的兄弟的關鍵 你跟你同意是,你兄弟的關鍵是怎樣 我先... 不是說我比較不謙虛 我跟同人有得述的歷史感情 同人很聽笑我 算是同人的女兒 18年前本來就是丹台瓦要做館長 所以丹很多的因素 他們覺得很高興丹到十八黨 他們也會變體 正在說的是以同人 只會是當家做主 從第一組的民調到沒有 一直都是遙遙領先 我也覺得勝之不武 這是天經地義的代謝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道的葫蘆票是很出現 所以我看你在選舉的時候 你也是有特別的說 這個葫蘆是怎麼沒要站出來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說 叫一些官太太 來討論天使特工貴 天使特工貴 我想要的天使 魔鬼特工貴 他就明明真的也好 所以從來不關心婦女問題 他還要到桃園來教導我們婦女 怎麼選縣長 那也為了侮辱我們婦女 他真的要教婦女 他說的島上是應該要一期末 有慕共同25年來 他就是全台灣最貼福利 打拚、政策是沒有 你是人性主義的 很早以前就在提倡 對 不過在這個葫蘆的票 這方面你自己這麼不分 聽說你是怎麼買的 那些票有開發出來嗎 有 我因為 10年我真的說 我應該是會得到 但是我100天來 非常認真 早上去採集了 要跟法媒相見 每天不知道要幾千人的手 敬酒、拜託 歡迎我做清楚 江維茄 早上六點我就出門 早便十二鄉頂 逐逐十二點前 到晚上六點就回到中部 二、四的廟室都去 你知道會去秀香拜拜 一般所謂善男性女 未必是高知識分子 但是他們的福利看到 大家主動來到愛酒 老的、少年都這樣 我就知道說 應該是我贏 是 那麼另外一方面 我們知道這個 你的提出國民黨方立兄 他是最做這個 辛好男人的形象 還是那種形象不發揮出來 辛好男人看你要怎麼形容 我是 我的生意就是 我堅持很難做人生攻擊 所以我如果攻擊下去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我從來不講 所以把他留待說 什麼叫辛好男人 是 各自去詮釋 他沒有發揮效果 不過郭民黨這次在 他們的內部的檢討就是 他們檢討說 方立兄的第一名都不夠 這點你的看法是怎樣 第一名都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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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都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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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的名叫 他就跟我平手了 但是第一名都不表示自己都 我想不要太明信知名度 這個支持度比較重要 不過這個特訓官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你一定把他打發 南北輪流執政 過去這個南北輪流執政 在特訓是一定 公開大家是根深蒂固 那麼你認為說 你這次打發之後是不是 他後來就沒有這個 所謂南北輪流執政 應該是這樣 郭民黨坐檢治府 完全魅於前世 過去南北輪政 是因為只有國民黨 只有國民黨人選舉 如果百人要選舉就要關 所以官員可以決定 什麼人要選 那是一個政治分爭的遊戲規則 因為如果官長南區 議長北區 他們要好好收頭殼 現在情況不一樣 現在很多黨不是一黨 百黨為什麼要聽你的話 第一 第三個黨已經 八分之四十三的人口 是外國齊來的 那是一種人 是 聽都沒聽過 這會之前插起來就知道 第三個黨現在也不是民難人和客家人 我發出五族共和 對 很多人 客人以外 還有 原住民有兩萬多的 這些新住民 就是說 對現在就 被我兒子來台灣 定規到他們第一台 也差不多十幾萬 大概二十萬 如果說 南北輪政 那就擺明了 原住民 整四人不能做管長 是 這個外星人已經第一台英文 我沒有機會嘛 就沒道理 我現在討論 四萬幾個外籍人士 在 所以我 他在說南北輪政 十八世紀的東西 我挑選到二十一世紀 五族共和 當然大家會握我 不過我們知道 在討論過期 這個中親的政敵 我們也非常... 很久了 是 這到你的選舉 你覺得這個中親政敵 有什麼改變嗎 國民黨本來是找 鐵名之位 因為他的太太要叫我孤寶 是 我們是女兒 是 我們是女兒 所以他想說 會這樣混和 一段時間 有些女兒 有更不方便出面 是 但是這個 寫一個架子起來 外觀日就在支持我 當然我跟她的中親 就一定就要拚下去了 是 我的意思是說 其他也不是說 還在討論是 是平的 是女的 是女的 有 因為國民黨現在用兩階段選舉 第一階段 告訴各位 他提防你收 然後他馬上要求說 我們希望選下面四年的人 都定期 所以有四位定期 四位定期 裡面一個選的紅 一個選的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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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跟他們說 你們快點去拚 三月十月把李修蓮拚到的人 都會變後來好選人 這四個就有 調集他們的總親 說你如果要讓我栗 沒割掉 這樣栗成總親就要大團結 不可以讓李修蓮 算他們用的 算他們都這樣 沒有效果 如果枯架要算我 考慮 如果沒有的話 你不能給他支揮 我就要教他李修蓮 沒有效果 所以沒有用 郭敏東 這件他還在 他在討論的時候 他還在特別說到 這個中立企業 這個本書的問題 變成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包袱 另外這個劉邦友 命案不擔 還是對他們很大的包袱 你這段你看看是怎麼樣 老朋友的發案 是我在外面大作文章 但是我是不認識 人死了 被人死了 就通常來說 這是一個永遠的傷痛 我認為我做財心人 等一下 但是不要選去 前一天還有出現一個選團車 不知道什麼 是適合老朋友 怎麼出來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跟選擇人問我 完全跟我無關 我覺得我為這個無妄之災 那不是上床 真的我都不知道 我就不會這樣 我如果不會 我就從頭要打 我都絕口不提這個案子 所以我 倒是 他的垃圾處理得很不好 是真的 垃圾我相當有 相當消遣搭 因為這是公事嘛 就是說他做三年的中立市長 發掉七億四千萬 結果弄到半天是把中立市 垃圾利用半夜山坑這樣亂倒亂倒 所以幾乎流遍 流竄半個台灣 這是我們有憑有據的 是 這個文選出來當然會對他比較難看 不過這個是公事啊 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三年的市長都這樣 如果讓他做九個月的縣長 那還得了 是 所以這對付總不利 好 我們還有很多問題 要問你 不過呢 因為你一定動算這個館長 所以我們信箱裡面 有一罐這個香檳 先來給你放一罐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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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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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請館長給我們開一罐 來 一罐五十七萬的藤人 有一個新的藤人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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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把牆起來就可以了 你看我真不好意思 不要臨死 我也是不會 不要臨死 好來 館長這把牆起來 你們可以放心 我不會上九家了 來我把牆起來 好 我來推館長盆起來 好 好 來 好 來 好 來 阿蘭請給我滾一下 兩罐最重要的 OK 我們歡迎再度回到我們家 港在地的館長門漁夫評論 我們的酒已經開在這裡 不過這個 館長就 這不是酒啦 這是汽水 是香檳汽水 OK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問題來請教我們館長 就是說 我們在這間的選舉裡面 這個 李登輝的主席 那麼 那兩個四家 過去 當時頂到這三款市頂的時候 他都這樣 喔 每個人都去跟他推薦 這個好選領 這到底這條文官 你覺得 關於這支主席牌 我就是司令 司令兩個因素 一個過去的紀錄 不是很好 尤其三年半前 他怎麼來訪 拍雄府 說到朋友 絕對沒有草地皮 後來結論是蹦蹦蹦 所以他再下來 桃園人把他當笑話 是 第二因素他滿尷尬的 因為我是總統府國策顧問 他要他賣我 他賣我 他賣我一聲就先給他一個推薦 所以才不然 是他平衆你去做顧問 所以滿尷尬的 所以後來他來了一兩次 就不再下來 不再下去了 但是我也很尊敬他 所以我也沒有批評他 是 不過我們知道這個 國民黨秘書長吳伯雄 很想在這島裡面 一定 甚至很辛苦 甚至有人告訴他 他要暗泰水 尤其是這島 他的重要伴敵的農會總幹事 都倒了 說這怎麼是影響到國民黨的選議 是不是 對 農會選議 就在館長投票前 所以很多會選 會生會營很重 所以地檢處 有著手抓幾個 高到台灣縣黨部副主委 就叫蘇尾亞去 所以我現在對館長的 卡紙馬來抓 要買票 以前就沒票 沒票就沒票 沒票就走不上黨 就是說 國民黨總有這個 金庫贏庫 沒個沒個票 把它奔奔不出去 聽說這個也蠻有嚇阻作用 所以這島是一定 是整個買票系統不怕的 對 怕不出去 怕不出去 我們還是有介紹 會選的那種手法 基本上差不多百張了 是 那麼你要分聽 你看這 吳伯雄在這島書 對吳伯雄的政治聲望 有很大的打擊嗎 差不多啦 他已經是紅變半天天很久了 過去他說你可以獨領風騷 上五年 今天台灣這個小黑 能夠獨領風騷上五天就不錯了 是 他自己已經想變榮華富貴了 我就覺得他應該也覺得很安慰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是新郎主席 在這間的選舉裡面 那麼他變成人在說話 他認為說這間要低調處理 贏了要低調處理 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關鍵是在年代 通過這個撥算 通過這個管長撥算 對通人民來說 我定義說是光榮革命 英國十二世紀的時候 克林威爾領導人民用鮮花用月升 走到街上 邁向那些君主暴君的皇宮 用不流血革命把它推翻掉 所以我認為3月15號 桃園人就是用神聖的選票 支持我來這個推翻國民黨 國民黨的那個貪污獨裁垃圾 那麼對民進黨來講 是諾曼底登陸戰 我代表民進黨贏導文官 是攤頭寶 是諾曼底 那麼這下去的年底 正是全面的作戰 是 不過我們看來一個出來 是說許信良好像是 不願意太過頭這個 刺激國民黨 因為這個國安會的公司 一定做好了 不要太過刺激國民黨 他是不是很方便的考慮 我想他是高章元鼠 這是對的 就是我 我也不願太過生章 對我這位政理 老實說 我從頭到尾是老人才才 我本來就是設定目標 就是要贏六勝 要拿十二萬票 事實上 百分之五十六 接近十一萬 最後一萬就被溜掉 幾個因素 國民黨的惡意 大量的謠言中傷 再加上忽然冒出那輛車子 跟我是完全不關 但是一時之間 有的人覺得我怎麼搞得這樣 要刻薄 所以國民黨拼命栽贈到我身上 我來不及反駁 然後中國時報 投票前一天 第二版 有一個凡家傑 相當相當惡毒 形容一大堆 看到那邊就覺得我這樣 概性持續太好了 他所描述的沒有一件事事實 我想這個傷害 這裡面我如果看到 譬如說 我很驚訝 他有聽說是因為陳水扁 常常下去 所以你很想起 又不是你陳水扁在選 他廟廟下一天中常會 中常會也沒有一個記者可以在場 所以分明不是他在場採證的 一定有什麼人跟他講 或是他編的 那我怎麼會激怒陳水扁 我求他都來不及啊 那市政陳水扁前後 下去十幾次啊 我們並肩作戰 所以不是事實 他說我很怕出風頭 怎麼可能啊 在選舉的時候 越多說話越好 他說蘇貞昌起到佛秀而去 沒問題啊 這個播出的時候 蘇貞昌都在立法院 在建國事論壇 對我這樣 伸張正義 說國民黨做夭壽 黑漢這麼多 就替我伸張正義 然後我說周伯仁破口大罵 我又沒聽到 所以我也在歐落我 哪有破口大罵 他說我很嫉妒陳文健的才華 所以陳文健都很怕我 所以不想上電視 陳文健後來在電視上 替我辯論得好棒喔 所以在裡面一大便 我這個傷害率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昨天正式打電話 給中國十八 我說我要保留追溯權 除衛儀最近好好處理 我昨天跟他們的總編輯正式表示 那麼我這次的感覺上說 我自己覺得比較安慰 會算是說我從頭到尾就是君子之爭 整個選戰是環保環保選舉 所以文宣不多 我都比較精緻的 文宣創作精緻 大家不會丟掉 會把我看完 因為從第一個字到最後字 都是我自己親自訂告 你自己進去寫 我從中間未來 整個三化四改造五足共和 沒怎麼整個二十一世紀的新土圓 沒怎麼將土圓建設 取代香港 變成東方的第二顆民主 我都全都有規劃 這點我一定會來請教你 不過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譚總理會說 選去買的時候 開始有些蚵蚵 蚵蚵 蚵蚵蚵 只有人說 你人家要關閉聯合國的這些錢 那到底錢是從哪裡去的 他說是你吞掉了 你跟我說你在美國還有家 你跟他打擾 你說你有怎麼打擾嗎 有我打擾 我沒有打擾 我打擾不住 他說我聯合國 說我聯合國錢吞掉了 我從頭到尾聯合國 都放在台灣銀行 都放在台灣銀行 那時候出去的時候 換了米金錢票 是 出去結果如果沒有要收 沒有要收 因為他說是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線 所以不可以收 這也不合邏輯 總是沒有收 我始終都放在台灣銀行 我現在還在那裡 所以我一公佈以後 大家就知道 是 那就是現在這個 你把它繳下去 他說 你說他自己來給你 放資料 你到底沒有撤銷 我現在是有什麼 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銀行 我證明說 我現在還在這裡 存款都在這裡 存款都在這裡 存款又在這裡 要不要再要求我 我說 是總共是 你看 說 用這麼大的工庫 夾報 也好 報紙都跟我說 這個銀行 我是意願富豪 事實上這是我流浪海外 因為 你當時 放出來他 說把我照顧 流浪海外 國富將在哈佛大學 買一個 在十六坪出 這樣跟他講出來 他說 十六坪說的是 演戲 你講無人大 我很明明 監察院申報 我哪不申報 他也不會知道 他利用國家的權利 他一定是用情報系統 我們的情治單位去海外 去台灣那裡就想 不然他怎麼可能在選舉 方立遜哪有這個本事 是 因為國民黨教育那邊 折捕我或外交部 去做這個工作 這是一個問題 是 好 當時我明明申報的時候 報這個儲團 會開始 我貸款多少 房屋貸款買的 房屋貸款 總共二十萬 美金我貸款十六萬美金 還可以說 演戲四萬塊 還打碼 還陸二十四 這樣跟他講 這三個殺傷力很強 那你說 我不告 行嗎 我不告就是默認 賣夫媽媽 我現在想要把他撤退 因為那選法法 九十二條規定 意圖使他人不當選 用文字圖片 攝影或其他方式 散佈不實的謠言 而生損害於他人 處五年以下有其圖選 罪行相當於會選 大家都知道會選是違法 但是呢 就忘掉說 這個危害更大 那我認為說 我自己學法 我要尊重法律 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你既然這樣子 違反九十二條 我告你 我覺得應該要在法庭上見面 所以你會隔到這裡就對了 我想是這樣 但是我不是說 真的要讓他去看 起碼我是說 那你要採取適當的態度 不是跟我道歉而已 國民黨看你要不要 無法保證這一輩子 再不用這個惡毒手段造藥 不好到這個選舉 我還會出來了 對 我是要替天行道 是 我想這真是民主要擔心 這真是不能奧歐嘛 好來 母國現在已經當選了 我們要再加一個 就是要問你說 到底要怎麼建設 我們先效果 就先來聽一下傳證 馬上回來 等一下 OK 我們有非常多的人 這個傳證進來呢 首先還有一位他是 還寫了一個打油詩 還寫了一個打油詩進來 那麼等一下我們再給現場看 另外呢 這裡有一位議員呢 他剛剛的問喔 他是問你說 他這個管議員 這個地方補助館這方面 他說你酒飲之後 感到會發來 到底是不是議員幫你討論 你會給他 對 我選去標榜中 青年效率 女青天 情政愛眠女秀蓮 是 所以我希望是一切這樣 依法行政 但是有時候是情理法兼顧 那麼我說恩威並施 剛柔並濟 那麼獎賞並用 是 那麼到底說這個議員 有沒有真這回事 我也不知道 如果真的這回事 到底這語法有沒有拒 我想當我進入情況 了解一下才來講 對 不過這個 你選舉之前 你曾經講說 憲政府這些主管都不會換 我不是說都不會換 我只是說我們大家 對啊 我沒有道理說 我都不罵人 有請說我們要點什麼 這不可能嘛 那麼就是說 我公開宣布說 一切力求正通人和 對 那麼我希望我們大家 互相適應兩個月 除非有重大貪圖 要是不適任 我們再說 原則上我們大家互相適應 是 所以這個高國會 對你來說是富裕最重要 八個多月而已 所以現在已經想到八個多月 所以很多 後禮拜就一個月 事實上4月1號 才開始正式上班 是 所以現在很多這個 管民最破竊的問題 就是兩個問題嘛 一個本首 一個交通 這個問題 提案 本首剛才很延期 桃園縣是台灣的國門之都 是 出出日本都要經過桃園 結果是都憑到本首旁 是他很延期 這是國民黨主政的 一個最大的敗筆 全世界都有本首 全台灣都有本首 為什麼桃園縣處理了賣 我研究結果就是本首甲蟲 一些人利用本首的處理 賺很多 為民眾心的錢 無與人之 吃本首的人都本首甲蟲 早來把味道就對了 對啊 你運轉中間 摩取暴力 第一個我一定不貪不舉 第二個不只這樣 我上任 4月1號一天 愚人節 我聽到關心 馬上開始 垃圾問題專案會議 十三鄉鎮市長我都跟他邀請來 馬上他們提出報告 一天我還討論結果 要大家簽署環保公約 再兩個禮拜以後 再聚會一次 每一個人處理垃圾的進程 要報告出來 兩禮拜八十拜 兩禮拜八十拜 因為根據廢棄物處理法 本首的研埋場 是每一個鄉鎮市公所自己要做 混化爐是這個管政府要做的 管政府要做是 統管差不多要兩座混化爐中型的 所以我會立即規劃 我早就已經是去拜訪環保署署署 他就給我提出一些保證 要怎麼配合來做 是 那麼交通呢 交通是貨文 交通喔 交通有比較長程 不是短程 短程我想的計畫能夠做到 對全面的交通耗製 全面整頓 有人現在很笨嘛 如果碰到紅燈 一路碰到紅燈 那一個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想耗製應該軟體 全面整治 第二個可能 我要希望能夠跟大眾運輸業 就是幾個台企 頭企來做一個座談會 我本來會商 跟特文官營運 路線重新來全盤規劃 換一趟年齡 方便 我很希望促進大眾運輸系統發達 讓大眾人不需要先自己塞車 我想這很重要 那麼比較這個 帶來計程車 或者這個計程車 我希望能夠跟他們 取得很好的聯繫關係 要提升他們的服務品質 加強安全維護等等 那麼再來下去 我想遲早 那後來大家去 我就要促進鐵路地下化 通關要平交道太多 鐵路地下化非常重要 還有就是公共填車廠要批建 現在就停車程不夠 不夠 這幾個大問題不外 是 那麼本水交通之外 他們都說第三項是 第二項 第二項 大家想到頭部就想到說 試試遇到 對 想到這個 意大利現在是說 我們才不做台灣的桃園縣 所以我根本起始大入 是 意大利的時期 意大利如果說我 為什麼說我 我說我 我說我才不做你桃園縣 對啊 我想我一定要發誓 很快時間要洗刷 桃園縣這個恥辱 我本身大家都說 我做外交最厲害 其實外交我是外交 我的專長是刑法 刑法 刑法 一直沒有機會搞現 現在當時 縣長有司法警察權 我這幾天也要去拜訪警察局 我希望首先先提升 我們桃園縣警察的士氣 尤其是老朋友 黑暗發生意 一直沒有破案 很延期 所以現在警察的士氣很低落 我希望提升他們的士氣 給他們加油 然後我應該要積極爭取 他們的警力 加強警力 這樣也不夠 我要替這個桃園縣的檢警單位 爭取一個獨立辦案的空間 過去我們檢查官員 都常常受制於國民黨 政治力的介入 所以一個案件 嚴格越大越不可能破 越有政治性越破 都嚇人 那我覺得他們受了很多委屈 那麼我不為政治力干擾 我到現在都沒有去拜訪檢察官 因為我尊重他專業辦難 所以我還要幫助他 阻擋任何政治勢力的介入 而且這是我對他們最大的尊敬 這個以外我想說 土法不能自行 有法律但是我們最好是叫人不要犯罪 不是說大家去關 刑期無險 所以我馬上就想到說 啊 我們同學 我們同學 有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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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受刑人 那我希望他們出來不要再犯罪 所以如果讓他們改過之心 出來變成有用之人 這才是很重要 所以我要動算一天 看到三萬人在我面前這樣 我好感動 我當場就說 如果我就職 我很希望 因為我在黑路裡面 坐過一千九百三十三天 所以坐樓會痛苦 心聲我最清楚 今天我動算館長 如果當我的故事 讓江路裡面的人 一時四五人聽 應該有相當的感化作用 因為三個月前 我有去一個女子監獄去探家 我說我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我是很好的政治部道家 我在想這個事情 現在典禦長也同意 法務部長也同意 不是就職儀式 但是就職 下個禮拜二十八號九日 大概還有一個禮拜 我會在龜山監獄 要辦一個很感動的活動 我同學說電視台 可以傳播出去 讓所有受刑人都感受到 你一時失誤 但是社會沒有忘掉 你好好在利用獄中 像我坐樓中間 上面去訪問我 你知道嗎 我一分一秒都沒有浪費 我怎麼樣來利用 自己做新鮮 一來就拿著 帶著寫 對 還有多少桌 每幾千本的桌 對 還行算刺繡 刺繡 我自己修煉 怎麼樣自己修煉自己 我想這段 我如果跟他講 我會感動 他出來以後 他也覺得社會沒有缺 他缺社會 所以要好好來回報 所以這是一個 有心靈改造 很有創意的舊子典禮 有創意 外國人現在說 外國人聽說 我要這樣說 要不是這樣 不過我們知道 就是獨立的 你說獨立的 你說獨立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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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有一些問題 我們先來看看 好 我們這個感覺到很奇怪 因為我們的呂秀蓮縣長 這次獲得這次桃園縣長的選舉勝利 但是任期只有九個月 聽說這個九個月還算是一任的任期 所以如果呂秀蓮這個要競選連任的話 只能再連任一次 那總共 他這個連任兩屆的縣長 可是這個任期總共長度只有四年九個月 這樣子是不是有點委屈 好像不太公平 人家可以做八年 為什麼你只能做四年九個月 是不是要申請這個大法官檢視一下 你像那個 那個我們李登輝總統先生 我當初這個繼任總統的時候 也做了已經兩三年了 然後國民大會又選他出來當總統 又當了六年了 然後這個全民開放總統民選之後 他又選上又做了四年了 我們林峰正又說他可能還可以再選一任 又再加四年了 四年 四年 六年 三年 哇 做比較二十當的總統 哇 那這個人家可以做那麼久 為什麼我們這個縣長不行 我們這個呂秀蓮縣長是不是 還申請大法官檢視一下 搞不好將來廢審之後 這個省市重新規劃 桃園市搞不好版圖又不一樣 搞不好又可以重新再選一次 然後再連一人一次 這算是可能可以做二十三年了 嘿嘿嘿 好 我們把現場交給余副先生 有沒有做阿久沒了 這做了 這是一個人生的應該是一個奉獻 有的人是當選議做官 當作是要責金交易 對我來說 這局實在是鐵頭人判十二架 卑施自駕 九個月就是一個任期 我早就知道大家都沒了 我說我就敢沒了 因為我拍四十二架 因為我這關如果沒穿破 結果國民黨又歐羅幕財 又贏了 民進黨永遠沒有機會 總有人要犧牲 我這四人都做五人 一人都在犧牲 不過我們知道是最重要 還是這個後面這次 四年的這次 我像國民黨的精銳進出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先聽傳證的帽上座 等一下 好 OK 這裡有一位曹熙聖先生呢 您呢 要跟現場陳情呢 那麼你的傳證非常的長 所以我們這個 等一下我們交給這個現場 看來有現場來處理一下 OK 那麼我們剛剛 我們剛才關於這幾大問題 那麼我們知道是說最重要 就是這個劉邦友的整個 餘下的整個攤子 你要怎麼收拾 譬如說市長官邸你現在要怎麼做 對 我相信市長官邸 等到可以現場拆封 解封以後來鑑定 我今天去拜會議長 議長跟議員 是 昨天說如果大家可以 大家同意我們去大樓起來 提供做管民的活動中心 因為我知道很多社團 也沒有辦公室 如果蓋起來要讓社團做辦公室 是 還有規劃大小不同的會議場所 我想提供民眾可以開會使用 大家會很歡迎 有人是說你其實不是迷信 說因為我相信事情都不敢去做 也不是說迷信 我覺得任何人都不想去住那個地方 這個人是長情 血淋淋 現況是怎麼這樣 有人說是血肉模糊在那裡 可能沒辦法看過 另外辦案的需要到現在還是封鎖的 台灣市長我下禮拜就上任了 對 如果沒有對 對 是 我們知道是說後一陣 剛剛你有說過 說國民黨有很多要出來選的人 尤其是國國中心 要派出來選人 說什麼比較要努力 你研判下一次國民黨有可能是 尤其是要爭取四年 我認為這四個人都沒有機會 因為他們都上吳伯雄的蛋 那當然叫他們小子定義 人家說你趕快拚拚拚拚 拚拚拚拚的時候 我就拿拚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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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拿拚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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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 吳縣長的故事很多 所以你如果不走就給我 對 都無所謂 我就是盡心盡一位桃園 如果人不需要我的時候 不用說我落選 我自己會鞠躬下台 這位很清楚 從開始的民意調查 一直開票結果 我感覺是人要當家做主 民意就是人 人民在講話 我們要什麼樣的人做管理 事實上就是我走到大家都拜託我選 我變成說我沒有要選的時候 我對不去鄉親 苦心娘也是知道 聽到大家都要我選 如果他沒有拿名字他就不用走 不用站去 所以從頭到尾就是桃園人在決定 他們要怎樣的選擇 他們選擇了我 這是很重要很莊嚴的一個宣誓 不過現在現出時間先八國多月嘛 對 八國多月 就是說你如果要連任的月 所以需要有很大便 你自己的 所以我還沒選擇我已經做多少 我早上去環坡樹跟蘇町 已經拖了很多錢 本書和馬上就發生大事了 一關一關要怎麼做 所以我不知道四月請他 就馬上開本書會議 然後要一項錢一項錢要怎麼做 我想聽說怎麼會痛好人 現在粉化爐的事 早上已經有一個美國黨來報仇 他說現在最新的發明不是粉化爐 叫做燃化爐 焚化爐只是把垃圾焚燒 還有煙蓬蓬蓬 然後還流東西 現在還有這個燃化爐 更兩三倍的高溫 全部都融化 所以垃圾變成固體 然後還做起床的地基 他更好 他說他願意提供獻禮 做我董山館長的獻禮 土地也有了 雞肌也有了 所以我馬上拿他的資料要來鑑定 所以我想喔 台灣人這麼樣愛戴我 我的情話一起來 我想聽說也要聽好人聽 我在這項選舉 我所有人都知道順天應人 我順得很順 包括天氣的變化 我不是明信 我的活動很多很多很清楚 每一集中的活動天氣都很賣 很多人 你投票那一天天氣壞 可能年輕人都不會出去投票 都不會出來 叫他天氣壞 那天天就天氣壞 我們很多次活動都是這樣 辦的過程 很煩惱聽他很賣 結果那時候 真的老天都顯眼 是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順天應人 那麼就這個黨來說 就民進黨整個台灣的這個報局來說 你看你投票關係之後 你自己的感覺 你自己的評估是 有沒有影響到民進黨聯比 非常大 我自己不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從頭到尾就報定 我要贏六成 我要贏十二萬票 一切差不多都在我掌控中 我不要讓新黨有發展空間 這都是計畫中的啦 整整來講 一切應該都 所以我也不高興 但是我可以說 我三十二萬票 竟然讓所有人都高興 我就覺得很高興 我讓全台灣 還有不只全台灣 最近全世界的朋友 外國朋友 一直給我共有 我才說 這件事情居然讓全世界都 喜歡真理的 愛好正義的 有理想性的人 都因為看到我的璇節 看到人間有正義 有理想 好像很多的理想可以透過我來實現 真的要高興 所以我為這個事情高興 是 那麼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行動在這道 他一定是 徹底 徹底發展 一定是 差不多四萬幾票 你覺得 還會影響到自己的年 我想他以前是差不多 剛才他中央 我是很不忍心攻他 我從來都不攻新黨 我的設計就是我不離自理 我一開始我就說 我這個老粥罵 跟他搶納在上線 所以他怎麼繳局 我就不想要插 這情況之下 他們一點玩 因為他實在不懂 什麼叫選舉 他的候選人 去年是母雞帶小雞 帶出來的 他不知天高地厚 他以為這樣 陶淵人 不對 這次是陶淵人 他看了我十八年 我說做所為 其他兩個候選人 是憑什麼起來的 是兩個政黨把他 運氣好給他QQ起來 我是用血淚堆積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也 我是勝之不武 他們來講我什麼萬壇 但是我覺得他們應該很安心 也不要萬壇 不太簡單 選票不是用偏的 我想國民黨應該也得到 一點教訓吧 是 但是國民黨就是因為得到教訓 所以他們這件的 這個福選自我討論 他們有討論到說 有八項這個措施 那麼像他們一直有這麼多 這些措施 那麼你自己評估就是說 你在下一次要連任的時候 你會遭遇的 你自己遭遇的 比較困難點是什麼 當然他們會提出 可能比較強勢的候選人 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一點 但是沒關係 我想說 我這人沒有得失心 我的人生起起伏伏很多 所以對我來說 已經功名利路如浮雲 成敗何有於我而言 所以我不在乎 如果人民需要我 我就往前坐 不需要我 我這也不會 連選都不要選 我有這麼好的政見 三化四改造五足共和 要把藤雲規劃做 21世紀的桃花園 我全套的策略 我九個月做到什麼程度 那麼我相信大家會拜託我 再走下去四年再走 所以我想我非常負責任 如果這個九個月證明我沒有能力 不要大家唾棄我 我自己就會下台 我太了解我自己 不過九個月要怎麼證明 你九個月太短了 我知道 所以我相信大家也很體諒我 只要我這九個月認真做事 有一定的成果 大家一定會需要我 是 那你如果不要選手 連任你就賴皮一下 就敷衍賽者過去 你心裡有現在有評估 國民黨可能後到的歌唱出來嗎 我就沒關係 沒關係 就是連戰過來可以 連總統副總統啊 這些人都是在桃園 都是我的選民 是 他們都不可以來選 好來 讓人民去挑選 是 我們現在先差不多一分鐘的時間 不然這樣我們來請教就是說 你自己這樣經過這一場戰役 這是一定很久的 終於讓你一定來做這個肯定 這叫阿炮說我什麼苦手寒有18年 不對耶 我覺得我這18年坎坎坷 但是也轟轟烈烈啊 美麗老師見我講了多少驚天害人的話 然後推動聯合國 對不對 我呢奔波全世界走遍天涯為台灣 我沒有一天休息耶 所以我是因為我的努力 我想大家看在眼裡 怎麼樣的抹黑怎麼樣的造謠 都打不倒我嘛 我想國民黨應該學到這一點 不要再小看人民啦 我想我的 我講的話是跟每一個選民 眉目傳情 每32萬張選票代表32萬顆星耶 每一顆星都像我 他們愛我我愛大家 是 所以這樣互相愛來愛去才有今天的結果 你國民黨是與民爭利 所以你是與民為敵啊 我是發誓要還政愚民 要還財愚民啊 大家很感動 是 老百姓事件以後我這麼快 讓人看到 哎呀 如果透過我 馬上桃園的未來 美夢當前 好 我是很快給我們看到 希望看到未來 是 好感動啊 我是這樣用這樣 跟大家新更新的交往 是 真好 不能夠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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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謠狀騙 天前 好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這個管長今天來 教授我們的訪問 這是你 對 第一組 我報大公 餘父和三立 是 在這個中間 綠社的執政職業 幫我們幫忙 是 好 來 我們不擔公去李秀蓮 女士的當選這個縣長 我們也希望有機會 我們再再來看看你 好好的來做 我們也好人到人都會動損 是 好 來 好 我們祝他好好來 打拼為討人打拼 好 來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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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obrigab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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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